是一个走廊目睹的一些景象 我先从我们的国会同僚 林冠英首席部长 这两天的这一些话 我今天正式做出回应 宣布了十间新华小 六间搬迁学校 我想大家都是充满着期待 如何去落实 如何将华社各方的力量结合起来 当宣布 当这个华小宣布 获准兴建的时候 他第一个反应是 讲爽而已 他就要看国政怎么做 怎么教出来 这一些我们答应的东西 那第二天恰逢国会的财政预算案 林冠英就直接的跟张胜文对峙 我正好是在两者在对话的 这一个现场的三米之外 我听得很清楚他们在讲些什么 我第一个观感就是 当你说 蒋爽罢了 李硬呢 就是要看国政马华如何出丑 你交不到货 那突然之间 当你在国会 又很真正的在走廊的时候说 为什么我冰城没有 你不是说那是蒋爽罢了吗 但你突然间变得这么认真 所以呢 把前一天的话 跟他第二天的动作 我说 他讲的话对白呢 大家都很清楚 那岂不是前言不对后语 他仿佛翻上了政客人格分裂 过去我小的时候在中学 刚刚进入大学 一直到现在呢 三十年的时间呢 我听得很清楚 他们都把这一个马哈迪 形容为这个暴君 那么三十年后 只因为呢 突然间政见呢 变成情投意合 从过去的敌对 变成今天的盟友 更是他们力宝 要出任国家领导的 主要的领袖 马哈迪跟安华 那么此时此刻 他确实表现的 当这个三十年前 所讲的话呢 当做是没有一回事 所以基于这一点 我再度 确认呢 这就是所谓翻上了 政客人格分裂 因为林冠英的老爸林吉祥 让林冠英错过 接受中华文化的熏陶 没有到华小呢 接受中华文化的洗礼 那么以其林冠英说 要把轮椅送给林吉 这个料中来 今天我导有另外一个想法 就是呢 中国文化的五千年的精髓 就在这里 这本书叫做呢 轮语 那我就以这一本书 轮语呢 来回敬它 轮语里头有很多的话 是不错的 君子成人之美 不成人之恶 小人反之 希望他能够有顿悟 那 我相信林冠英 纯粹是从 这一个玩政治的角度 所以你问我 假如说 我们要理性来探讨 我们没有问题 那如果你形容 那是政治惩罚 那给你父亲的那两间学校 你父亲选机的 那叫什么 教育部长呢 手头上最头痛的就是 当那个学校 已经没有学生了 照理是要关了 他只要看到 哪一间学校可以搬 他就搬 但是不能够说 教育部长 教育部部长 出了一个支持性呢 你就大作文章 今天就来用这个政治惩罚 这些字眼呢 就是要打击社会 我觉得 这种解读 社会什么都没做 你可以批评它 马化工会的领袖 包括总会长 包括张生 我们可以接受一些批评 没有问题的 我说 我送他这本书是特别好的 希望他回去看 OK 进食以这本书 进食以这本书 请不吝点赞